星爵拿出小刀割断了车下面的汽油管 然后跨跨地往石上浇汽油 他不是在发疯 而是在遮盖石上的气味 因为外面有一只凶残无比 嗜血成性的暴虐龙 他灵敏的嗅觉似乎察觉到 这里面有他喜欢吃的食物 星爵被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强烈的汽油味成功地救了他一命 但是这种残暴的巨兽一旦逃出园区 那绝对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大李威威立刻要疏散游客 但是小黑老板却突然抬手置之 因为一旦让游客知道 那他的园区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于是他派出了一只武装小队 准备悄悄地把暴虐龙抓回来 可当小队到达位置 却看不见暴虐龙的踪迹 就在这时 隐身的暴虐龙突然现身 他这伪装的技术堪称完美 队长还没反应过味 就被哭擦一爪地薅了起来 把剩下的队员吓得直发懵 他也被胡同一脚踹进了大水坑 就这样 队长先去了西北 然后暴虐龙就开启了屠杀模式 他就像一只冷血的杀戮野兽 整个小队根本抵挡不住 他这凶狠的屠杀 没过一会儿 小队就遭到了惨烈的团灭 老板只是想借死发财 却没成想 制造出来一个杀人机器 迫不得已 他只好关闭整个园区 但是游客的疏散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暴虐龙会杀掉 他所见到的一切生物 从而来确定 自己在食物链的位置 他没费太大的劲 就轻松的干掉了一只强弱的假龙 在一旁的两个小孩 差一点被吓哭 随后暴虐龙 瞪着像篮球一样大的眼睛 如同死神一样 盯上了兄弟两个人 按理说 这种球形游览车 制造的非常坚固 就连子弹都打不穿 却被暴虐龙一爽子 直接干了一个大窟窿 这兄弟俩的门票 买的确实很直戈 能和这种凶残的巨兽 近距离的互动 那果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体验 暴虐龙抓起游览池 就开始往地上猛砸 非要把兄弟俩摇出来 尝一尝闲袋 但是两个小男孩也不是傻子 急忙解开了安全带 抓住机会 撒鸭子就开跑 兄弟俩的小短腿 确实很难跑过后面的大长腿 危机时刻 两人果断一个大跳 就这样 他们成功地保住了一命 与此同时 大理威威发现 他的两个侄子不见了 于是他找到了 驯龙大师星爵 恳求他帮忙进入森林找侄子 沿着暴虐龙留下的脚印 星爵找到了他们的踪迹 看到地上两个小孩留下的足印 可以断定他们还活着 大理威威顿时松了一口气 两个人继续寻找 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满地的恐龙尸体惨不忍睹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都是暴虐龙的杰作 暴虐龙的屠杀一直没有停止 见到活物 那必须全都得窑子 他这残暴的行为 彻底地触犯了小黑老板的底线 他亲自开着直升机 架起了大型加特林 对着暴虐龙就是一顿疯狂的扫射 他开始无脑地横冲直落 呼通一头就闯进了翼龙的巢穴 翼龙妹子受到了惊吓 一时间就如蝗虫一般飞了出去 小黑老板的直升机遭到了翼龙的攻击 彻底地失去了平衡 一头就栽进了他们的家中 呼通一声大爆炸 暴虐龙也有点害怕 就这一下里面的翼龙彻底地不受控制 顺着大窟窿就倾巢而出 很快他们就飞到了游客这边 一时间整个园区就陷入了一片极度的恐慌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